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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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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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啊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他就是左边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是不是前世欠你的 你把我困在这里干什么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只有需要和动物讲话 你就可以走了 我不是已经教你了吗 我没学会 那你一辈子学不会 我不就一辈子困在这里 我一辈子学不会 你就在井里面念一辈子经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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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娘 爹 义大哥 神婆 荣荣姑娘 我好想你们呐 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得去啊 两个女人是烦了点 但对着你们总比对着那个傻和尚好点啊 我好想你们呐 金宝 金宝 你死了没有 诶 猪仔 我好想你啊 少了呢 再怎么想也轮不到我 我刚刚是先数人 没数到鸟 数到鸟你就排行第一了 先别说那么多 先个办法帮我弄条绳子来啊 别想上吊啊 你怎么说话越来越刻薄了 我是想爬上去啊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啊 我嘴这么小 绳子那么粗 怎么可能啊 就算我闲得住 这绳子也拉不动你啊 对啊 那怎么办才好啊 我有办法了 张军宝 张军宝 早上好 昨晚睡得好吗 我很早就起床了 你这么早起来有没有早茶喝啊 有心有心 我喝了早茶了 我给你送早茶来了 你饿了吧 看你丢下来就知道没什么诚意了 别搞那么多了 先把我吊上去再说吧 你以为我那么笨啊 你不是想跟我学跟动物聊天吗 是啊 事到如今 我没有办法 不把真枪说给你听 其实我之前是骗你的 你之前学猪教 学猫教 学狗教 学羊教 那些都没有用啊 什么 想跟动物聊天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念一句咒语 什么咒语啊 你把我吊上去 我就交给你啊 要说你现在说 不然我救你上来 你又不说怎么办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既然大家都不相信对方 那你也别学了 你还是学猪教吧 张军宝 张军宝 我信你 我把绳子放下来啊 看 借好了 哎呀 好久没有见到太阳 人都清醒多了 哎呀 你赶快教我那个咒语吧 好啊 但是你要发誓 你不能泄露这个秘密 我发誓 挺好啊 那句咒语就是 黑芝麻哇 白芝麻发 黑芝麻白芝麻哇发哈 你试试看嘛 黑芝麻发 第一句就错了 哇 黑芝麻哇 白芝麻发 黑芝麻白芝麻哇哈哈 什么哇哈哈 我什么时候说了哇哈哈 哇发哈 哇发哈 黑芝麻白芝麻哇发哈 从头来一次 一二三 黑芝麻哇 白芝麻发 最后那句的那个哈 哇发哈的哈 第二个是发 第一个是哇 第三个是哇发哈 一二三 黑芝麻哇 白芝麻发 黑芝麻白芝麻哇发哈 行了 这么好 我去找估计室啊 等等 我还没有说完 这种咒语是这样的 不同的功力 会出现不同的法律 简单来说呢 你的功力那么浅 现在最多可以做到 他们可以听到你说话 但是你听不到他们说话 那我什么时候 才能跟他真正对话啊 我这么说吧 如果你努力一点的话 依我看 整个完成大概三个月吧 三个月后 你可以直接对话了 鱼虫鼠蚁都可以 老虎狮子鱼虾蟹 天上飞的地上游的 你都行啊 黑芝麻哇 白芝麻发 黑芝麻白芝麻哇发发 站起来 站起来 黑芝麻哇 白芝麻发 黑芝麻白芝麻哇发发 跳 跳 跳 有吗 黑芝麻哇 白芝麻发 黑芝麻白芝麻哇发发 走 跑 跑 往哪儿跑 黑芝麻哇 白芝麻发 黑芝麻白芝麻哇发发 跳 跳 怎么不灵啊 黑芝麻白芝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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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芝麻哇发发 黑芝麻哇发发 黑芝麻 连这个他都相信 真蠢啊 他蠢的很特别 所以特别蠢喽 张静保 你有没有听过你的叫 有啊 好像在后面 现在不跑来不及了 跑 你不是在我后面 怎么变在我前面 你骗我 你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你啊 你那套咒鱼根本就没有用 你自己有没有搞错啊 黑芝麻哇呀 白芝麻发呀 黑芝麻白芝麻哇发哈呀 我不信你 你给我回去 出了少林寺的大门 我就不会回去 回来 你不能走 凭你 对 下半步松垮垮 想阻挡我张军堡 多连两年功吧 你走不了 牵手如来 你还跑吗 我决定不走了 走啊 走啊 你找笑容这么灿烂 一定没什么好事情 你千万不要误会 这是充满爱慕的笑容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原来大师你身怀绝技 我有眼无珠 不好意思 我身怀绝世武功 你说笑话吧 我绝对没有说笑话 昨天大师你露了一手 千佛如来手掌 看得我惊天地气鬼神 我决定以最大的诚意 拜大师你为师 你想让我教你武功 没错 把这个拿出来 没问题 看大师你平常人这么好 我看你一定不会私藏的 对不对 你马屁拍得这么精明 这是厚颜无耻 够厉害 最重要的就是师父你那个手掌 你讲什么我听不懂 我不会武功 你不要再骗我了 我才没功夫跟你玩呢 你想学武功到那个罗汉堂去学 我就是在那儿念经的 我不懂什么牵手 什么葡萄掌 不可能的 昨天在后山 我明明看到你是出牵手竹来佛掌阻挡我的 我去过后山 我没去过后山 你不要胡说八道 不会 不会吧 你的记性太差了吧 我看你还是留在这儿 好好地超经念佛 不要乱想 不要胡思乱想 也不要到后山去 你看他是真傻还是假颠 多米托佛 多米托佛 装傻 好啊 我最喜欢你装傻了 弄块石头来丢你 看你还会不会装不懂 嗯 原来是身上的一块小石头啊 君子本不该立于威强之下 你怎么太不小心了 阿弥陀佛 还个地方吧 买了块石头 你还是不还手是不是 好 这是在逼我的 这块石头丢下去绝对见性 不相信你不还手 来 你也是神 他也是神 贫僧已经躲着你在一边坐了 你还要这么凶吗 他要拿石头砸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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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抄经书的时候看过 达摩棍法 你是干什么呢 达摩棍法最厉害之处 就是人棍合一 要做到棍棍进棍棍快 棍棍进而快 称之为最高境界 可惜啊 你们还没有做到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我们就比试一下吧 好啊 不是担打独斗吧 谁跟你担打独斗 我们是群龙独打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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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停 你干什么呀 我睡不着觉想找你聊天嘛 睡觉是个累的问题 睡不着觉也是个很累的问题 你睡不着觉是你的问题 不管我的事 不要这么讲嘛 我睡不着觉我有问题 你睡不着觉那你也有问题了 关我什么事啊 那我当然要来找你了 关我什么事啊 讲故事啊 讲什么故事 讲故事能催眠 讲故事啊 怕了你了 从前有一个师父 那个师父 叫做唐三藏 他有一个大徒弟 我有一个大德鲍 我与我老师 那我好 那我们的 那 Terry 我与我 我叫你 我叫我 你叫你 那我叫你 我叫你 那么 那我 那么 你真贼呀 想不到白天装失忆 晚上又这么有劲 来得好 我正缺一个好对手 我来了 少林棍法有六劲 交脚结卦差点 交龙围 棍边卦举一反三 任何棍法都在你手上随心所欲 少林刀法 佛家刀法 出刀运进 要用余地 进出三分 刀成七分 想不到是你 果真打死 他不是打不死 是不怕死才对 没错 我张军宝是不怕死的 莫非你真的要找死 尽管一起上 人多欺负我人少 哪把扫把都能打赢你们 我今时不同往日 来吧 身份 我今时不怕死 你还要爽 想不到 你还要爽 快 群龙独打 要独打不一定要群龙 能打的 一个就够了 易大哥 你好像很冷啊 易大哥 你终于不叫我易前辈了 你会关心我了 这太好了 我们的关系又进一步了 你干嘛那么傻 为什么要把我身上的寒毒吸走一半 痴情是我的天性 我愿意为我所爱的人 付出我的所有 是因为我长得像你的故人 她叫燕燃 十多年前 在一个白雾的早上 我正在湖上泛舟 忽然被隐约的琴声所吸引 我一边吹枭硬鹤 一边以小舟追踪 终于拨开了地锤的杨柳 在白雾迷茫之中 我看见一位有如仙女下凡的女子 那个时候 我还以为我在做梦 后来 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开心的日子 只可惜那个时候 我的全部心思 都放在武席的钻研上了 再加上我喜欢四处游历 所以后来 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谁知道 后来见面的时候 就是在她和我大哥的婚礼上了 后来她死了 我的心也就跟着埋葬了 直到我见到你 我的心才又复活了 你干嘛 我一直很想这么近地看着你 我 我可以吗 不许看 我说不许看 不许看还看 不许看还看 有什么好看的 还看 好奇怪啊一大哥 为什么你的脸越来越红 我的脸越来越白啊 我想是因为我背着你 我觉得很接近你 然后 我觉得 很开心 然后 我就觉得好 好热啊 我好冷啊 一大哥 不对 实在是太冷了 不如这样吧 我们两个 结拜 做兄妹吧 什么 做兄妹 不可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 你对别人那么好 我 我实在是承受不了 你 我怕 我怕 我会伤害你的 你已经在伤害我了 我没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不管 我要跟你说清楚 我不要做兄妹 我要跟你做 喂 一大哥 你别吓我啊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一大哥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逼着你赶路 对不起啊 你不要吓我啊 一大哥 你不要 忍空呼吸 你没死啊 你嘲弄我 你骗我 我现在才知道 你对我这么情深义重啊 你说什么 你舍不得我死 还为我伤心难过 甚至对我人工呼吸 我一天行 已经不枉此生 死而无憾了 我刚刚 是故意脾气 骗你的 也中计了 你去用庄子来骗我 我没有骗你啊 是阎王爷说 我还有情缘未了 不让我走的 子蓉 子蓉 你别生气啊 我不会死的 我已经下紧决心 我要一生一世保护你 我永远也不会死的 你神经病啊 你没救了 思荣 干什么的 咱们骑马的 是他们 我死了 你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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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会死 还没有 已经流入经脉了 再快片刻 那就要入心了 我们就要结病而死 没关系 这里已经是明剑山庄的后山 这里明剑山庄 只有不到半个时辰了 我凭死 我也要把你送到 没希望了 我们都没有力气再走了 不好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一天行 即使拼了最后一口气 我要保住你的性命 好一点 一队同命鸳鸯 朕羡慕死人了 既然你们这么难舍难分 那我就成全你们 我送你们一场 送你们到九泉之下 做一队 跪鸳鸯 我一路要分手 怎么 Knocked 一路要分手 救命 我一路要分手 金泉之下 我们的手 就我们这一路要分手 我们就可能…… 我改车 是 前辈 秦姑娘 你们受的寒毒很深啊 我千里挑挑 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拿灵井之水救命 长长暮暮的等待 可以领悟所不出来 生生死死的伤害 可以感受邪不出来 别让海角都分开 红尘男女 为什么相爱 头发花白 随喧哗飘下来 原来为我叹息 我的眼泪有他的经历 别以为我心里 没有秘密 孤独不哭 不在乎 才不会为一个人 本身碎哭 没有爱快乐 听自己哭 孤独不哭 不在乎 才不会为一个人 只完结不复 想得太清楚 很迷路 我愿望不 我愿望不 我愿望不